大家好,我是七小主 今天咱们来试一下 在韩国吃播界非常火的腊肠五花肉 看来,样子还不错 这个在韩国那边 好像是很受欢迎的一种吃法 因为之前不管是在韩剧里 还有看韩国吃播的时候 总能看到他们吃这个腊肠五花肉 哇,那个样子 真的太诱人了 我买的这个是半成品的 只需要上锅炒一下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下边咱们走起 哇,这个颜色真棒啊 把五花肉腌制成了牛肉的颜色 OK,现在这个五花肉呢 也已经炒完了 我还准备了一些拉白菜 蒜片还有紫苏叶 这个呢,前两天到货 我又打开尝了一下 然后呢,又给我们全家人都尝了尝 敬大家一致坚定 都接受不了这个味道 它味道反正很特别了 嗯,怎么形容它呢 就是,哇,像薄荷加上香醇 还有一股刚下过雨的那种草地的味道 它算不上辣啊 有一种鲜的口感 嗯,反正很复杂的一种口味了 加上五花肉来试试啊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神奇变化 哇,再来一片蒜饭 好像这个紫苏叶啊 我在网上看着它还是一种药材 嗯,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呢 试试啊 好像没有什么紫苏叶的松再来 就只能吃到它可吃可吃的 我一把米饭也包进去 各种菜一块 一个意思 来一把煲米饭了 有个大一碗 好像有个差不多 那我就给多放一点了 白糖一碗 来个蒜 东北那边好像有这个吧 包饭 呵呵 包住了 好吃 我觉得包上饭之后更好吃了 因为它本身味比较重啊 就挺咸的 加上这个太合适了 有点像饭团的意思 还有就是我也是在吃播上看的 韩国吃播 它们有的在这里边加上胡萝卜啊 洋葱啊 还有白菜 嗯 还有这个这个章鱼 哇,我感觉这样炒出来应该也会很好吃 我觉得我可以来两个叶子 真的把它的味压得挺什么的 它这种清新的味道啊 正好给它有点解腻的作用 哇,大种片 哦 再来一个 我脚子弄不过来 我把它扣上了 这是汉堡吗 哎,不对 大叶了 大叶,夹肉 好了,今天这个韩式辣炒五花肉呢就试吃到这了 喜欢的小伙伴真的可以试一试 虽然这个紫苏叶单吃起来 味道确实有点怪 但是跟它们混一块 我觉得接受的人应该会很多了 确实挺好吃的 我觉得 最后呢 喜欢我视频的话 也记得转发关注 点赞收藏哟 拜拜